图形思考 可是在图形思考上面 其实有时候会遇到特殊的情况 那就是我们可以坐标画 所以下面的坐标画 其实是为了让你的想法 可以不用那边画图画得很辛苦 你直接用坐标来形容它就好 所以我们看一下 向量的坐标表示法 就是说我们将一个集合的图形 现在把它放在坐标上面 用点坐标来叙述它 所以今天如果有一个P点坐标 和一个Q点坐标 它好去形容PQ向量的话 那很简单 答案出来就是 后来减原来 后来减原来 好 那因为这个时候 我们在对于向量 为什么可以坐标来形容向量 是因为我们有了一个默契 那个默契就是 你给我的坐标 叫做终点 大家都用圆点当实点 所以从圆点出发到 你所有的那个点坐标 的方向长度 就是我们要的向量 所以今天为什么 我们会写出P到Q 就是这样子简 其实有这个感觉 我画一下给大家看 因为你今天在讲的坐标 S1Y1 虽然是点 但是在我的眼中 看起来就像向量一样 因为S1Y1 S1Y1 其实就是圆点到它的向量 好 那S2Y2 也是圆点到它的向量 那你今天你希望我去用什么 PQ相量 好我把箭头画给你看 PQ相量就是从P出发走到Q 好 那如果我们用相量来形容它的话 P走到Q 有没有等于OQ去减掉OB 有吧 为什么 因为我们三角形法则 P走到Q 从这里走到这里 PO加OQ 那PO加OQ 就会等于OQ 因为PO就是负的OB 所以OQ加上负的OB 就出来了 所以我们为什么会用 后来的捡原来 其实跟这个有关 OK 这样形容可以接受 好所以 向量用坐标表示 很快就要用这种讲完 所以你就会解释它 为什么这个可以当做向量 OK 好了 在空间中 在平面上 向量 如果用坐标记录之后 它的内积 基本上 定义还是维持住 它还是跟它的定义一样 可是因为A跟B的长度 基本上已经可以用这个来算 这个来算 而口彩可以用余弦写 那写完之后 经过余向整理 最后留下来的东西很漂亮 就是坐标画质 那时候竟然会等于S1 S2 加上YYY2 所以这个在我们的思考上面 这是一个很快的写法 本来我们内积 还要去找长度 长度还有角度 现在只要有坐标 马上立马就可以算出来 但是这个东西也不是新的 是从它推过来 你只是用以前的想法 定义 继续推出这个结果 这以前我们有推过 OK 这样可以 所以坐标法 方便了我们的内积 好 可是我要讲一下 这边帮我注意一下 补充 好 这个补充很重要 既然内积用坐标形容之 内积有一个快速的算法 那未来 我也要告诉你 未来你看到 3A加2Y 你或许也可以把它反回来想 你或许也可以把 一个 平常人家在问 3A加2Y是什么 你可以换个角度去想 它可能在算 3A2跟SY的内积 那为什么要这样子 换个角度去想这个问题 因为 你看这个式子的时候 它只是一个单纯的多向式 没有FU 它只是在那边 位置数 位置数 不知道在干嘛 可是当你想成右边的时候 你就有画面 那画面就是一个向量 3A2 这个向量 SY是另外一个向量 你在执行它们的什么 内积 那内积出来的结果 其实按照思考来看的话 就是投影场 乘上背投影场 对不对 所以你就可以有这种想法 这是3A2 那你SYA如果是这样子 那这个时候 如果你去内积 其实我们可以知道 你就是在算这两个线段相承 那怎么样才能内积出最大值 你就要看哪一个点 它投影下去的投影场会最长 你就可以去猜测 你就可以猜测哪一个会最大值 这样可以吗 好 那这样随机行动 你可能还不太懂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下面这一题 好 那下面这一题 其实我们上次有看过 在数据 那个什么 线性规划的事件 里面我们看过 好 请看一下 它说你A是一个向量 B也是一个向量 A向量长度是1 B向量长度是2 而且你有一个加 加60度加 那U呢 是长成A加B V呢 S倍的A加上Y倍的B 好 然后苦的这个条件 请问一下U到成A的最大值 好 那这个问题呢 不难 因为我们之前有解过 可是我现在想要换个思维 就是我们看一下图 你为什么要讲60度 讲60度 其实就是要告诉你说 我很漂亮 因为我不是给你40度 我给你40度 就是告诉你 不要理我 不要理我 你不可能算出40度 有什么三角函数 但是我给你60度 就是请你注意一下 我是60度 60度有漂亮的比例 再来 我今天在座标平面上2向量 有没有告诉你什么方向 没有 只给你长度还有加降 那这个时候我们不妨就把它架在这个直角桌标系上 好 怎么架 你的A长度是1 那我就让你是1 你的B长度是2 我就来找出一个2 可是这个时候你跟我说 A和B夹60度 所以夹60度 我决定在这里夹60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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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说这里是2 好 那这个时候图形我什么都不知道 但是这个时候我倒是知道一件事情 如果是直角三角形 直角 60 这里就30 30 60 90 就会出现1比2 要求你真的是1比2 所以我直接连起来 我本来还担心我这样画下去会不会直角 现在不用担心 它真的是直角 所以表示它这个题目的设计 早就设计好 请你坐标后 你听我意思吧 它有用漂亮的数字 你不用它 它很可惜 所以注意一下 所以这是2 好 那1比2比3 好 那这个时候你的B向量 基本上就跟这个点坐标有关 这个点坐标已经出来了 叫做1都比3 好 结束 A相当量就是1都比3 好 那有了A有了B好 他问你 那请问一下 什么叫做U 因为他做的话很烦 一下子给A 一下子给B 最后才问你用U和V 所以请你用A和B 合成出U 好 那U很好合成 所以我换你解释 U就是A加B A加B 直接加2都比3 V呢 V的话 它说S-A 10S-BAN 就是S-0 D相量的Y-BAN 就是1Y 相加 你会发现 就是SY 相加 0S加 跟到3Y 跟到3Y 我 是这样好丑 没关系 這時候你說,你只是要它內積,我就來內 這一個內不得了 本來應該用長度乘長度乘口散 我現在才不要,我有現成的坐標 內積好像直接相乘,相乘,相加,就結束 所以2乘A加Y,加上跟到3乘上跟到3Y 所以應該不難發現,它就是2S加2Y加3Y等加5Y 好,結束 好,到這邊有問題 好,那想到這裏 那接下來有這問題就變簡單了 因為你要問的問題就是SY有這個小件 有這個條件,問你這個最大值 那其實就是線性規劃裡面的可行檢範圍 目標函數 那就可以用線性規劃解 這樣其實會比上次我們直接硬算來的方便 所以我們做一個好的環境 讓它好算 這個還不錯 好,但是我現在再給大家多一點思考的方式 所以等一下我先把這個用好 因為現在太難多了 S加Y等於6到8 好,好 還有另外一個是S加Y在除2等於0 好,你題目給我的要求就是這個地方 你給我的要求就是這個地方 也就是說A加Y要在那個範圍 6到8 A減Y要在這個範圍 負2到0 那我可行檢就是中間這一塊 那我現在很好奇 你剛才問我是2A加5Y對不對 2A加5Y,那我用線性規劃去思考的話 其實不能 因為你只要去寫出 我把字放大一點給大家看 2A加5Y 好,這是一條線 好,這是一條線 那這條線就是2A加5Y會出來的答案 那因為你今天可行檢裡面有這個點 所以我現在指頭指的這個點 它帶到這個2A加5Y就會得到這個常數 可是這個時候也可以滿足 等於25.68的人 有這麼多 有這麼多 點 可是右邊還有沒有 上面還有沒有 還有 所以線性規劃告訴我 我可以再繼續往右移 我可以再繼續往上移 找出更大的答案 為什麼 因為正2跟正5會讓它越來越大 所以這叫線性規劃的思考 我希望你線性規劃 你不要到最後真的只會 我知道邪律 可是我不知道原因 你現在知道 所以你看 這個時候這個點不夠 你要到這個點 OK,這樣可以 好,這就是線性規劃的思考 可是我現在想要用另外一種想法 另外一個想法就是 其實2S加5Y如果用向量的內積去想 它是誰跟誰啊 25和SY 那25是誰 我寫出一個25的向量 我寫出一個25的向量 好,B到A這就是25的向量 看得懂嗎 因為我真的就知道做標籤 我寫A點就是25嘛 所以從原點到它 BA向量就是25的向量 好,那這個時候我想要問一下 你所謂的SY這個向量 其實就是從原點出發 到這個區域任何一個點 的向量對不對 好,所以這個時候有很多 有很多向量 所以我這個時候 我給你 好,到這裡 好,所以這個時候 所謂的SY向量 就是這個到這個位置 因為這裡的SY桌標 都符合你的要求 你的不等式要求 好,那這個時候 我沒有要去算它 我現在要給大家的感覺 那你為什麼會覺得 它內積出來 會有不一樣的答案 因為就牽扯到你這個點 你這個時候 你內積的時候 可以思考成它投影上去對不對 所以它投影上去的長度 會決定內積出來的結果 為什麼 因為BA的長度 才是固定的 只有你的投影才會改變 所以你就會製造出 不一樣的思維 所以這時候 你就會去想 什麼樣的投影才會最長 所以最後 你會不會覺得就是它 會嗎 所以這種感覺 你就可以抓出來 OK,這個是一個感覺 你可以把它抓出來 因為你說 老師,我在算的時候 我還要看這個 你這一題 不一定是這樣子想 可是你有這樣子的想法 說不定在別的題目上面 對你就有幫助 OK,這樣懂嗎 OK,好 所以這個地方 我就用這個來 介紹到這邊 給大家看一下 好 所以這題就交完了 這樣有問題 所以U.2V的最大值 我們就可以穿穿出來 基本上就是那個點 所以 接下來不管用限規 還是什麼東西 都可以處理好 OK 好,我們來看一題 第一題就好 好,一題 這一題 這個問題 因為我們會的坐標嘛 那 有時候架坐標需要一點偏分 所以來看一下 大家怎麼架坐標 自由 Rome 沒問題 的 不明 是 不明 好 它給你一個很漂亮的角度 叫做150度 它不是給你130度 它給你150度 150度的特殊在30度 所以這裡有30度 如果真的要去架座標的話 架的差不多了 這個10 這個點座標應該知道 因為在這裡要加座標 就要走歪場 所以你需要這段長 30 60 90 1比2比3 所以是2 這是1 這次跟到3 所以應該很快就可以推出這些長度 所以這1 跟到3 不是比例喔 所以這個V點座標就出來了 它是1加跟到3 或者1 好 現在最難的是C點座標 那C點座標我知道 它是利 因為它在Y軸上 好 那這個座標怎麼找 欸很好 但它國中的那個經驗都還不錯 國中喔 看到這個 欸有90度耶 在這裡耶 乾脆就給它畫長一點好了 畫長一點就算了 這裡還給它再畫一個直角 那是國中很好的經驗對不對 因為這個時候這兩個三角形發生什麼事 相似 那以前正方形的時候是全凳 現在長方形 哪來的長方形 這裡長方形一部分 另外一個長方形不畫的 這兩個就相似 原因很簡單 它跟它互語 它也跟它互語 所以30、60 30、60 好 那老師對我有幫助嗎 有 幫助在哪裡 這個三角形 你不小心知道它了 它就是它 那你不小心知道 這段長 這段長 剛好等於1比跟到3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這段長 放大幾倍 跟到3倍 1加跟到3 可以跟到3 跟到3加3 可是我喜歡寫3加跟到3 好 Y座標 它再加下面那個1 結束 所以你的座標就寫好 有座標有座標 項目就出了 好 這裡就結束 好 到這邊有問題 所以這一題就單純就是 你在架座標有時候要 有一些國中的那個技巧 相似起要進來 全等要進來 好 OK 好 可是實際上我們還有另外一種結法 因為這是你國中版本 所以國中很喜歡切切來切去 切切切切的 OK 好 可是我們高中還是有一點小技巧 就是 其實高中看到座標 這裡有90度 大概會想到兩個大方向 我先講一下 想題目就是這樣 看到90度有兩個 國中只有避世 高中還有一個 道出等於 所以高中的思維一定要有 高中會有內積維理 所以也就是說 這個時候你已經知道 這個項量 跟這個項量 這也是這樣 哪裡 哪裡 喔 4加跟號3 欸 他為什麼跑到外面去 好 就這樣 好 所以這個時候 我如果可以用項量內積為0 好 那這個時候 我們把剛才那一題的答案都差掉 你不知道是不是射為K 你這個項量跟這個項量要垂直 所以請問一下 下面那個項量很簡單 這個項量就是左跟號3再左1 所以下面那個項量 才會跟號3共同1 去內積誰 內積這個項量 這個項量是誰 這些都不知道喔 這些都不知道 因為如果你沒有用國中切切的的話 就是這樣而已 那這個時候你會用的是什麼 這個項量很簡單喔 這個項量很簡單喔 0k跟1加跟號3 豆點1 全部帶出話 就是誰 負1-跟號3 豆點K-1 這時候你說內積為0 所以我就拿去跟他內積 喔 開始算 所以這裡就可以幫你算出來 跟號3沈進去 負跟號3-3 加K-1 等於0 所以K-1 4加跟號3 跟剛才的答案有沒有一樣 有喔 所以另外一種就是用內積為例 來想他 我給他參考一下 座標畫的問題真的很多 所以我等一下看一下後面的題目 我可以選幾個 就在這裡 鱼肉 所以我們可以看一下那個學測體93學測這一體 那個坐標的話它都有給我們的好處在哪邊 看一下這一體 今天這一體它是要告訴你三角形APC是等腰直角三角形 那角A就是90度斜邊上找PQ2.3等分它之後問你PAQ的夾角tangence是多少 看是很難 那這個問題我要講它不是考一次它考兩個次 第二次我找不到那個題目可是上次好像嘉瑜有問過 還是誰有問過他告訴我120度找終點 昨天我忘記在哪裡是這個單元的嗎 三角 三角 但是它也是跟這裡有關 就是坐標話就結束了 因為你看一下喔 如果你今天不坐標話 你今天在想這一題的時候 你腦袋在想的就是圖形 那等下直角三角形你就在畫 冰草莓給我你三等分 你竟然問我這個角矽打指 那我教一下都沒有坐標話的同學會怎麼解 好它的解法是這樣 因為你要問我這個 所以它就會開始去想 編長設為1比1比2 所以這裡就是3分之2 因為它有它三等分 三等分完之後 它說我知道這裡角度是45度 所以它決定余選求X 有沒有問題 這可以 而這個S求完之後 它說下面也得到了 因為它也是X 好 那都得到之後 Xs3跟2 在余選求cos 不會出來 有好 那這就是它唯一 不坐標話 你唯一的想法 好 那這個想法 這時候我們再回來思考一下 會不會死掉 應該會死掉 拜託 你這裡就要余選一次 接下來 SS還要余選第二次 對啊 不是不能算 是有點煩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這個煩 我們可不可以克服它 可以 我們在旁邊 現在這個紅色好漂亮 你會覺得這個很漂亮 該怎麼選出 還不錯 不見了 在這裡 直講三小型 我就把你放在直角點 你說你三等份 這個時候我就說 你為什麼編長一定要1 我要你是3好不好 很好 因為這叫做30 這叫03 你三等份分連公式 讓我很快 就寫出來你是12 它是21 你可以畫一下 那沒有錯 所以很快就可以寫出座標 那寫出座標之後 為什麼可以幫助你找加價 向量累積找加價 所有東西都已經現成 就是12.21 等於2加2 除以長度 就等於cos 結束 畫圖就是劣勢 劣勢就結束 OK 所以座標畫的好處 你可以記住這件事情 當長度跟角度都給你 看到可以用拆的 那你還不拆 還不去給它加座標 那你就浪費題目給你的 那個線索啦